民国99年6月30日 知名电子企业将营运总部 以及研发中心设在炉竹箱 并举办顺大的剪裁启用仪式 企业大不大光看排场就知道 获利在当年是全国前五大的 知名电子企业工厂 其实早已选在炉竹箱 当年扩厂同样也选择在炉竹 就是因为这里交通便捷 更重要的是企业跟流台湾 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连顺文 以投资者的角度表示 当年企业跟流台湾的布局 是给投资者的一记强心计 而当时不断有企业总部 纷纷在炉竹箱设立 也让炉竹箱长对于招商或建设 更加有信心 记者总和报导